有一种道具在去年我们第一季出现过多次 今年第二季也已经出现过 那就是钢丝 我们看到过去年有横穿在阿尔卑斯山上的钢丝 两座山峰之间 我们的行走者跨越两座山峰只平一根钢丝 我们也看到了有搜救犬走这个钢丝 但是接下来这个项目 同样我们的挑战者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完成钢丝的行走 但是由于这个方式和他所用的工具太特殊 在我们的现场没有办法为大家 我们通过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挑战情况 这个叫挖掘期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百科力 现在我的位置呢 是在三一重工的昆山基地 而我们今天的挑战者 就是来自我们三一重工的职工 来 有请我们的挑战者闪亮登场 来 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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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咱们做个自我介绍怎么称呼 我是刘仁伟 我今年33岁 我是我们三一重机的一名测试工程师 好嘞 那咱们今天挑战的是什么项目 我今天挑战的项目呢 是挖掘机要过这个钢索 以及后面的单边桥 挑战规则 挑战者需驾驶重达7.5吨的挖掘机 再从两根长30米的平行钢丝上 开到对面平台 最后 利用单侧履带 轰过一段长15米的单边桥 顺利抵达终点 即为挑战成功 若中途失败 将回到起点 从头开始挑战 挑战者共有三次机会 现在我们看到挖掘机 已经到了最上面的一层台阶 刘师傅的这个挖掘机 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钢索上了 但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 所以现场我们还是有一个大的吊车 然后架了一个保险绳 把这个挖掘机给拉住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我们有个保证 辛苦了 师傅们 好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加油 好 我们这个钢索呢 是软钢索 所以上去的时候 应该抖动的会非常剧烈 由于钢索较软 挖掘机重心会产生变化 机身将向前倾斜 如果速度控制不好 挖掘机很有可能前进翻滚 甚至掉落钢索 一切 那这笔 是 颜色 这是全场 迄今为止一个最明显的晃动 非常剧烈 我在车里的感受就是 當我重心移到這個鋼層上面的時候 肯定會有一個往前傾的動作 它這個重心已經前移了 有一種失重狀態 所以我個人來說 這種感覺我還是蠻刺激的 我現在看起來 他應該要把履帶再往左邊 整體再往左邊移那麼 二十公分的樣子 就應該差不多了 但現在差得有點大 有一點像我們這邊偏 由於劉師傅上臺前的履帶呢 可能會有所偏差 導致他現在在鋼絲上 不斷地調整位置 哎呀 倒了倒了倒了 哇 天哪 倒了 經歷狀態 我感覺好像還沒有投入到對價 所以導致了我 產生了這次 走鋼絲的一個失誤 一開始沒有 沒有調整好這個轉向 第一次挑戰 劉師傅以失敗告終 他必須重新調整心態 回到起點進行第二次的挑戰 劉師傅加油 非常順利地到了平臺 劉師傅加油 準備好了嗎 加油 準備好了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怎麼樣 走路 這個角度看應該對準了 馬上要上鎖了 最難的是 他在駕駛艙是沒法看到 履帶到底有沒有對準 剛鎖 先把坑林哲緣過 派了 用了 game 謝謝 是为了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 好我们的挖掘机快到中间的位置了 刘师傅需要使用两根操纵杆 分别控制两条履带的行进速度 如果两条履带速度不统一 挖掘机就会出现倾斜 甚至掉落钢索 你看其实到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能够明显地发觉 挖掘机一直在前后的摆头 像刘师傅也跟我说 像7.5吨这个级别的挖掘机 在挖掘机当中算是比较小型的 所以它在上面 有的时候为了调整重心 甚至自己的身体 可以前后地晃动 都会影响到挖掘机的角度 所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 加油 我们快到终点了 好 继续往前开 加油 好 马上就要接触到桥面了 来 我们全场给我们的师傅 一点鼓励 好吗 加油 刘师傅已经成功闯过了第一关 他将稍作调整 进入更加困难的第二关的挑战 祝他成功 第二阶段的单边桥 宽度近为45厘米 挖掘机必须在抓壁上悬挂配重 才能进行挑战 在微弱的平衡下 刘师傅在驾驶室内的轻微晃动 都将影响整个机身的平衡 我这个单边桥是很窄的 只有0.45米宽 那么我这个挖机 在一个就是微弱的一个平衡状态下 我要通过它 所以说既然是挑战不可能 我就不能给自己留任何余地 要做得极致 好 刘师傅已经调整好了 我们的挑战随时可以开始 没有问题 我们的刘师傅加油 好的 要单边通过窄桥 就必须在开始之前 让挖掘机一条履带 完全对正终点方向 完全一条履带 因为呢 它在行使过程当中无法转向 如果有一点偏差 很有可能直接翻落单边桥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哦 开始把整个三斗侧过来 一条履带 完全一条履带 完全 好新鲜啊 不行了 我们能看到 其实我们保护的绳索 已经绷紧了 这次挑战 应该算是失败 每次这下太吓人了 就是走的过程中 可能我就盯着这个 一直盯着这个配送看 我感觉这个配送可能 有点倾斜了 但是我就想通过我的这个操作 来努力把它修正回来 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我越调整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这种车子准备了 由于挖掘机抓臂的距离控制的不够精确 机身失去平衡 刘师傅的第二次挑战宣告失败 此时他仅剩最后一次挑战机会 在最后一次挑战中 刘师傅已顺利通过钢索 距离终点尽一步之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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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次的挑战 我们的刘师傅已经到达第二个平台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过单边桥 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我们看着你 加油 好 启动了 速度比前两次要稳 好的 这个启动非常非常的稳 而且是匀速的 这个速度会维持到终点吗 在第三次我们的刘师傅明显改变了战术 我们能够看到速度比之前慢很多 在单边桥挑战中 由于挖掘机履带与单边桥宽度几乎一致 刘师傅在出发时 必须将履带完全对直终点方向 否则中途已无法调整转向 挖掘机就会从单边桥上掉落 最终他能总结失败的经验 成功完成挑战吗 已经走过了7.5米的线了 但是 这不代表最后的胜利 刘师傅还有最后的7.5米 加油 一条履带 完去一条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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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米 两米 加油 一米 马上就要走到最后的平台上了 刘师傅 胜利就在眼前 加油啊 挑战成功 恭喜刘师傅挑战成功 太棒了 来来来 咱们过来 我挑战成功了 太棒了 恭喜你挑战成功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刘仁伟 有请 欢迎 刘师傅今天在现场也要为我们展现一下单边履带过独木桥 刘师傅 这是自己的 小刘师傅 是因为她的 讓車輛的平衡 讓另一側的履帶離開地面 還在晃耶 這麼快 掌聲請出我們的挑戰者 劉仁瑋 歡迎你 大老闆 這是最帥的一個出場 我第一次覺得開挖掘機 能夠開到這麼帥 開出了變形金剛的感覺 我知道了 現在前面這個纏斗 相當於它控制自己槓桿平衡的一個利弊 是吧 就是你可以通過改變它的遠近 來調整自己車身的平衡 對對對 實際上它這個平衡點是很小的 多一點少一點都會傾歡的 基本上是在我們人座位的地方 是重心位置 重心位 對對對 我們看到剛才那個挑戰的難度非常大 先要上5.4米的平台 然後過30米的鋼索 最後是一個單邊橋 對 哪一個最難 單邊橋 單邊橋 這個單邊橋它橋面很窄 只有0.45米寬 我的履帶也就0.45米 而這個橋呢它又有15米的跨度 其實這麼多高難度的超難的動作 在你的實際工作當中 以前我們也發生過特大地震 像我們救援挖掘機 在救援的過程中它是起到關鍵性作用的 而我這些設備在趕護救援現場的途中 它經常會遇到橋面垮塌了 地面塌方了 直視的話我就可以輕鬆地跨越這些極限地帶 然後我以最短的時間 趕護救援現場 這樣可以挽回更多的生命 然後減少受灾損失 你做這個挖掘機 這個測試工程師有多久了 我24歲來到我們三一工廠當試驗員 當時我只具備挖掘機架持的一個技能 我發現我身邊的這些同事 這些搞測試的搞研花的 他們都是本科生 而我只是一名高中生 可能我們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現在我用了九年時間 然後做了今天的水平 搬出身的 你用了九年的時間去努力追趕 努力工作 是不是現在讓你有了更好的生活 是的 最欣慰的還是就是說 我的努力得到的成果能與家人共享 對 然後是我媽 還有我老婆 還有我女兒 這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 都出現了 我覺得一個人可以有尊嚴 有成就感的工作 與家人共享幸福 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 你今天的挑戰是成功了 雖然你很年輕 三十三歲 但是表現了我們中國人的精神 是成功了 謝謝老師 我覺得小劉今天站在這裡 她給我的感覺就是幸福 幸福從來不是免費的午餐 幸福要靠自己的雙手換來 你就是用自己的不甘落後的那種精神 堅持不懈的努力 換得了今天你所擁有的一切 祝福你 所以我覺得能否進入榮譽殿堂 我的回答是 有請劉仁偉進入今天的榮譽殿堂 憑藉著愛港敬業的責任心 劉仁偉練就了精湛的技藝 九年時間的不斷學習 造就了他精準操作的職業靜能 讓我們歡迎劉仁偉進入榮譽殿堂 劉仁偉進入榮譽殿堂